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要做一個簡易的開箱 我今天新買了一個螢幕 那它的牌子是BenQ 在這裡 那我的型號是XL2430 它裡面有一款電競系列的螢幕叫做ZOE 為什麼我會想選這個 因為我問過了很多家電腦的3C業者 他們都會蠻推薦我用BenQ的螢幕 這一系列的螢幕已經是現在國際間許多電競比賽指定用的品牌 所以它的規格跟眼睛的舒適度是非常的有品質保證的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裡面有什麼呢 好 我們現在來進行開箱 裡面有什麼東西呢 說明光碟跟它的使用手冊 DP Cable的線 USB的Cable線 比較早期的DVI端子線 電源線 螢幕的防塵套 這就是我看到它另外一個原因的 它的Switch 一般國際比賽電競玩家很愛用的東西 你們去現場 因為電腦是大會提供的 所以不可能帶自己電腦過去 你要立刻調畫面的畫質 他們不會從遊戲內建調 他們都直接在螢幕上面做調整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輸入你所設定好你的介面 比如說你第一個可以設定遊戲模式 第二個可能就是看片模式 第三個可能就是文書作業的模式 你就可以調整你的畫質 白平衡黑平衡一大桌的東西 它真的很快 比你在電腦螢幕上面這樣 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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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摳 按很久 快太多了 這個真的是秒毒啊 秒殺款 還有什麼呢 它的支架底座非常的重 金屬的啊 我在現場試過 我搖桌子怎麼樣搖 它都不會晃動 接下來下一個東西就是 哇這個好重 它的骨幹 全金屬不鏽鋼骨幹 我第一次開箱啊 如果開得不好 請泡的小力 ZoWin Logo 過線槽 線可以從這邊過去 這不是業配喔 好來囉 最後的一個關鍵產品 它的螢幕也是非常的重 我買的是24寸的螢幕 旁邊有 USB孔 還有喇叭這些的 然後背蓋 有DVI USB Cable 還有Power 跟音源輸出 還有HDMI線 然後它的控制旋鈕在這邊 右側 當然你如果有那個 這個Switch 你就不用 你根本不用來這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開箱到此 我等一下來組裝它 那我們現在要來組裝這台電腦啦 首先 我們先鋪上 它的那個 一個布 免得電腦碰到地板 會摩擦 把我們的螢幕拿過來 然後把它倒扣在後面 那這個保護膠我們就撕掉啦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 安裝支架 那首先我們先把支架拿出來 這一支 這邊有個卡榫 所以應該是 如果我沒猜錯 應該是這樣子進去 然後這樣子放下來 欸 裝好了欸 欸 這樣就裝好了 拿起來是怎樣 按鈕按一下 哇靠 欸 欸這個支架 我超愛的 哇賽 很牢 喔不得了 看到沒有 喔太厲害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裝底盤 底盤這邊有一個 四個卡榫 還有一個螺絲 底盤也是 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是 四個卡榫 看得出來嗎 這四個卡榫 應該就是那個對進去 它的做法應該是這樣 插進去 然後轉一下 它就會卡住 卡栓就會卡住 那種感覺 然後 它後面有一個 喔這個好棒 你們不用擔心 它零件會不見 或是有一個螺絲包 什麼的 它螺絲是直接 附在上面的 拿不掉 先把四個卡栓 對進去 在哪邊 找到了 然後 把它 轉一下 這樣就固定了 然後這個螺絲對到 完全用手 不用用工具 鎖緊 往下壓 那就完成囉 好那這時候我們把它立起來看一下 哇有點重 不是有點 是非常重 這個一般 女生可能拿不動 男生電腦 好 電腦裝起來就這樣子 然後它底下輪盤這邊 它可以讓你旋轉螢幕 你可以自己旋 而且旋轉很順 沒有任何聲音 沒有KK的 這個支架這邊 有一個刻度 它這個刻度是用來 記憶你習慣的 視角的位 你的這個 走的位點 它可以自己調整高度 然後這個紅點點 可以對到你要的位置 之後你不要去這邊 然後去打比賽的時候 或是你換個電腦 你就可以換個位置 你就可以直接記得 你的位置在哪邊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有一個弧形的刻度 有一個紅點點 然後你可以控制你的螢幕的高度 高低 不用任何工具 然後這可以提起來 提得總 可是一般人不會提 單手提不動 就是它整個支架 哇超有質感 然後看到底下這個圓圈圈了嗎 這圓圈圈是幹嘛用的 就是我剛剛說的 Switch 控制器 放的位置 免費的 直接付給你 看一下 OK嗎 就是這個完成的樣子 好啦 這是我第一次開箱 之後畫質怎樣 等我直播的時候 你們就會知道了 大家掰掰 掰掰